如果你的稅率是從12%起跳以上的 12% 20% 30%這些 我都建議你可以 至少你退稅方面來說 減少的稅率 轉化成報酬率 這就非常可觀 大家好 我是黃時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 聰明理財大小事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到了 這個0050跟0056的這個操作方式 那當然了 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些 所謂比較屬於被動式的投資 主要原因是因為要幫大家 準備一些所謂的 如果你要比較長期的話 可能跟你的退休金都有相當大的關係 大家看到昨天一個消息就是 我們的勞動基金 上半年恐怕會虧損4000億 那這會創下史上的第二禪的這個紀錄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勞動基金虧了這麼多 那我們該怎麼辦 還有我們要怎麼用什麼方法 來增加我們這個勞動基金 對我們自己本身的 投資報酬率的提升 第一個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勞動基金 其實主要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的勞保 一個是我們勞退 整個加總起來叫做勞動基金 那勞動基金我們知道說上半年 因為股市表現不好嘛 所以這個其實上半年就盡虧損 約莫可以可能還沒結算 結算後約莫虧4000億 那4000億到底大不大 這個整個年化的報酬率呢 應該是虧到大概約莫是 接近5點多個percent左右 我覺得表現的並不算好 但是相對於台股的跌幅 或是相對於其他台灣50或0056的跌幅 其實上半年的跌幅它算是還好 那其實因為這個勞動基金呢 跟我們所說的0050、0056 其實有不太一樣的這個投資邏輯跟投資組合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再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勞保跟勞退 這兩個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勞保就是國家的保險 勞退就是企業跟個人的保險 那很多人問我說 那我們不是一直在說會破產的是哪一個 是勞保不是勞退 勞保是我們繳給政府一個 還有雇主還有我們自己繳個固定的 勞保的費率 然後固定會提撥給你一些部位 那個叫做勞保 那勞退是不會破產的 因為勞退是拿你的錢來投資 你有賺有賠 有賺的話它就會撥給你 有賠的話政府撥補 這兩個我們先把它搞清楚 再來就是其實呢 我們的勞動基金裡面來說 很多人都說那跟股市好像比較大相關 其實沒有 我們的勞退跟勞保 因為比較偏向是一個大型的投資的這個金額 它不可能全部都壓在台灣的身上 所以它的布局裡面來說的話 海外的布局其實比台灣的布局都還要更多 再來就是說很多人都說 哇那台股大跌的話 那對於勞退勞保會不會不好 事實上會不好 但是它的股票部位其實並沒有那麼的高 再來就是勞退基金的規模跟勞保的規模 因為這兩個呢 我們前一陣子不是說到說國安基金要進場嗎 國安基金要進場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動用到我們勞動基金 勞動基金沒有用的部分它就可以動用 那勞動基金裡面其實大部分是勞退 勞退的規模目前是4.36兆 勞保是8088億 所以看起來的話 勞退的規模比勞保的規模 大得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這個勞保來說的話 是我們按照我們都有個 勞保的投保的月的這個規定多少 你的這個投資的這個所得多少 然後你保費呢 勞工我們負擔兩成 雇主七成政府一成 那勞退主要是兩筆 一筆是這個每一個公司呢 都要提拨6%的月薪投到你的這個賬戶裡面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自提0到6 你可以不提或是最高提到6% 那提供到你的賬戶裡面去 那這個勞退的賬戶是跟著你的 你在哪裡 你轉到別的公司 別的公司還要再提拨6% 那你要不要再提6% 都可以隨便你 這是一生跟著你這樣子做的 好那我們就仔細來看 再來就是說跟大家看一下 勞保年金的這個投資收益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從今年的勞保的這個投資收益來說的話 今年一到五月是-4.89% 你相對於台股跌7.75% MSCI股票跌12.83% 或是說全球債券指數跌11% 其實他的表現算是相對比較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近一年的績效 勞保基金是9.71% 那近三年是10.54% 這是年化報酬率 那近五年的話是7.49% 你可以看到其實 他的表現呢算是中規中矩 好再來我們跟大家看一下 勞保基金的使用方式是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 我們先看下面有一個總額 就是8,082億那個就是總額 好那我們來看 他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自行運用的部分 另外一個叫做委託經營 自行運用部分有5,115億 那委託經營的話有2,966億 所謂的自行運用就是用我們勞保的基金的 相關的操盤人來運用 我們可以講其實他大部分是做什麼運用呢 我們看第一個項目是轉存到金融機構 所以他是跟著定存的 你們看大約沒有有10%左右的資金呢 資金呢事實上是轉存到這個金融機構裡面 他就是定存 好那我給大家圈起來兩個地方 一個叫做這個股票及受益憑證的投資 含期貨這個是22.26% 所以他的這個國內的股票跟期貨的部分呢 大概是22%左右 好那委託經營的部分來說 我再給大家圈起來一個數一個地方 就是33.5%那個部分 他一共投資了2708億 那2708億這國外委託經營是 委託經營什麼東西呢 委託經營到外面去投資 包括說像一些債券公債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影響我們這個我們勞保基金呢 其實最主要有幾個部分 會變動比較大 一個就是我們存在銀行的定存 所以定存在升起來的時候 對我們的勞保基金是有利的 另外一個是股票 股票大概占大概兩層多 另外三層多是海外包括債券的部位 所以這幾個部分組成是我們最大的 這個勞保基金目前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到勞保之後 我們再給大家看勞退 勞退我先給大家圈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總合計 那就是3.37兆那個部分 好那我們再看上面來說 有一個叫做自行運用是1.34兆 然後還有委託經營是2兆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以勞退來說的話 他的自行 因為他資金規模太大 所以大部分他其實是 是次出給委外去經營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自行運用的部分來說的話 你看我們也放了非常多 在銀行機構裡面 勞退的規模更大 所以你看他運用比例來說他在 反而在轉存金融機構比例是17%左右 那你看股票來說的話只有6% 但是這裡面6%來說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委託經營的部分 我再為他圈起來一個紅圈 那是國內委託經營那是14% 這部分也是投資股票 所以岳月末勞退呢 他大概也是有20%投資在股票 但是勞退跟勞保比較不一樣 他還有一個叫國外委託經營 這裡面佔了45% 這樣這個大概的輪廓為大家勾勒出來 所以其實影響我們基金的這個 最主要的運作有幾個方面 一個就是利率的高低 另外一個就是股票的高低 另外就是海外資產的漲跌 所以這三個構成是影響我們勞退基金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那我們要勞退這幾年的這個 績效來說 你看今年1到5月的績效是-4.61% 那勞退薪資的一年是9.66% 那三年是9.3% 那薪資是這個5年是7.09% 其實都表現相對都比較好一點點 那因為我們勞退有一個這個所謂的規定 就是說一旦我們的這個 這個假設是我們投進去的時候 他的最低收益是兩年的定存利率 無論你賠的時候呢 政府可能就會幫你撥補到 這個兩年的定存利率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有意思就是 那勞退到底投資了什麼股票 因為很多人都說 那我們到底投資了什麼股票 是不是可以跟著勞退跟勞保 自己在那邊投資 好我為大家整理出一個叫做 勞保跟勞退自營持股的前十大 大家可以稍微對比一下 其實前十大歸於資金公司都差不多 第一大大概就是台積電 第二大是中華電信 再來是台達電 再來是富邦金控 然後第五大有的是 像勞保是國泰 那這個勞退是紅海 那其實大概大致上大同小異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張表 那我們再來給大家看 委外代操的前十大 我覺得這比較有意思 因為我們是委外 就是不是我們自己經營的 是委託到外面 外面來說就是有一些 包括說像這個證券公司來操作 這裡面就比較多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說勞保的 包括台積電 新興電子 南亞電路 然後環球晶 瑞育半導體 中美晶 然後普瑞 台達電 還有聯發科 那我們看到勞退的部分 來說的話是台積電 新興 南亞 然後包括說南亞電路板 然後聯電 然後聯發科 國泰金控 台達電 瑞育半導體 那富邦金跟紅海 所以你看勞保跟勞退呢 他委外的前十大事務 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些標的 大概也都是 既然有勞退跟勞保在關注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安全度都是相對比較高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的 我剛才給大家提到 就是說分析了 我們大概為什麼勞退勞保會虧損的這個狀況 還有我們目前勞退跟勞保 主要的台股的持股之外 那怎麼樣來增加我們自己的這個勞工退休金呢 我有幾個項目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未來的勞保呢 可能因為我們勞保有破產的危機 所以可能會減少給付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確定的這個事實 所以未來來自國家的保險會減少 那麼我們就可能要增加我們自己 包括說像在勞退的這個自提比例 或者是說你增加你自己的商用的保險 這個部分是可能我們自己要負一點責任 好那很多人就問我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那就是說 那我會不要自提勞退 我剛才講到勞退可以0到6% 你可以自提 工資提6% 但是好這邊提醒大家一個 因為勞退呢 是跟著你的 但是根據目前我們的這個 這個一般坊間的調查 裡面其實還有包括三層到四層的公司 是沒有提供給你勞退的 他沒有提拨 所以你要趕快去查 你的帳戶裡面 公司有沒有幫你提拨勞退 好再來 如果我們要提供0到6%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去評估呢 很多人就說 那勞退的報酬率好像不怎麼好啊 譬如說我們以剛才的這個數字來說的話 他的表現並不是太好 那我不如去投資台灣50 你看台灣50的三年的報酬率是56% 那年化的話十幾% 相對於這個 我們的這個勞退的這個年化報酬率 10% 欸他好了非常多啊 那我乾脆就去投資所謂的台灣50就好 的確 如果你有非常好的這個投資報酬率的部分來說 或是說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提提供台灣 投資台灣50 這也是可以的 你把你原本要提拨勞退的部分把他投資到台灣50 這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勞退有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優惠是什麼呢 就是他享有退稅 也是什麼意思呢 就現在根據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退休金的辦法裡面來說的話 假設你今年自提的這個勞退 假設我假設一個數字假設是2萬 那2萬是怎麼可以怎麼這個享受退稅呢 你可以把你的所得進額扣掉2萬 這樣子就得出來 就是你扣英稅的進額 你可以減掉2萬 那減掉2萬來說的話 這等於是一個非常補啊 你在稅收上面來說的話 可以享有退稅 那什麼意思呢 根據我們目前的所得稅率來說的話 是急劇是5 12 20%這樣子 假設你的急劇是5%的話 那就可以減掉這個2萬乘以5%的 這樣的稅率 有沒有減掉1000塊左右的這個數字 就依此來類推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你的稅率越高的時候 譬如說你稅率是20%的時候 那你就應該要提領這個勞退 因為你提領勞退的時候 你撥了6%的金額進去之後 這些金額最後都可以扣稅 扣稅來說的話 除非你的這個投資報酬率 一年可以到你的稅率的20% 但是現在要找到這樣可能不太高 或是說你的稅率是12% 我都非常建議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稅率是從12%起跳以上的 12% 20% 30%這些 我都建議你可以提列勞退 至少你退稅方面來說 減少的稅率 轉化成報酬率這就非常可觀 但是反之如果你的這個 所得稅率只有5% 反之5%來說的話 其實你再加上勞退的報酬率 跟台灣50%的報酬率相比 其實兩個或許是差不多的一個局面 或許你可能就可以考慮 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狀況 再給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如果0%到6% 那我說那我後悔了 我說那我不想要投 譬如說我不想要投了 或者說我想要提高或是減少 可以的 一年目前可以改兩次 好所以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說其實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根據我們這個勞保相關單位的 這個統計數字裡面來講的話 的確目前願意提拨的人數呢 大概只有半占11.5% 就是提拨0到6%的 大部分人都沒有提拨 那我就講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所得的 這個邊際稅率比較高的 譬如說是12% 第二個級距以上的 我都建議你可以提拨 那所得稅率在5%的時候 我覺得當然你就可以 斟酌考慮 另外就是我剛才為大家整理出一些 我們目前勞退跟勞保的持股 包括說像自營的持股 還有委外代操的持股 我覺得這些持股呢 是我們在現階段呢 可能面臨到 比較大的風吹雨打的時候呢 可以琢磨了標的 因為畢竟這些股票呢 既然勞退跟勞保都買了這麼多 他一定會去互盤 政府基金的互盤 也會是這些標的 那以上就是從這個 禮拜公佈了勞退基金的這個虧損 然後為大家報告一個勞保跟勞退的 這個最新的狀況供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的收看